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这两个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 单车和零声 但对于佛山本地的学者来说是别具意义的 你们猜猜我们吃什么? 不是没弹 好玩吗? 我们今天在地铁开了19分钟的电动车 是吃什么呢? 其实是吃烧鸡翼 不是,是吃鸡翼 鸡翼 鸡翼 当然有些人说是鸡翼 不是这么厉害的 我本人很喜欢吃鸡翼 昨天关于吃鸡翼的话题 我已经问过阿伦 如果只是吃鸡翼 你一个人可以吃多少? 没有数过 没有数过 没有数过? 你除了我严格来说 我可以吃50只 50只 还有股东 他说除了鸡翼好吃之外 有些菊花茶也很好喝到 是这样的 可可鸡翼 丁丁啊 丁丁 是可可鸡翼 是可可鸡翼 是否眼看手蜜动 不是 你可以当 阿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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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有玩的 好 不好意思,弄完 我们是广州过来的 有粉丝推荐 说你们的鸡翼 充满了学生的学者的回忆 是吗 十一年了 十一年了 然后那些学生又初戀 初中 做结婚衣服 现在带师傅又过来 有些是 其实当初要建什么叫丁丁鸡翼 微波炉丁 微波炉丁 但是有些人说 你在单车房 是吗 是啊 那时候在单车房 穿一部微波炉 一个微波炉 其实丁丁并不是单车丁丁的意思 不是 是微波炉的一种丁 是那种感觉 在我们的 有一个微波炉 是一个举震的 是什么样的 好 那现在我们拿手招牌的 十二元三只 六只起手 丁丁鸡翼 20只 嗯 这么多只要 对啊 先按30只 你先按50只吗 神经病 先按30只 吃死人 我可以吃50只 嗯 哈哈 哈哈 不多说 后面这位师傅 你们是 副菜 副菜 老板 老板在这里 哎呀 我跟你说那么多 快拿出鸡翼 我怕你们吃不完 吃得了 我们的鸡翼 没有变 多人和鸡翼 吃得了 我们的鸡翼 全部都是过程选 其实没有一个人吃到50只 要留下他们两个 所以我才吃50只 就这么定了 挺烊 为了 一边就要了 现在的鸡翼 就像是鸡翼 现在变了 是有点 叫做 乳音 乳音的声 阿先生 会不会你们做的鸡翼 最好吃的 这些人都很经常吃,有感情在这里 我们试一试 这么少,这么多 我刚才想说 这个可可鸡翼全家图 刚才吃了它们的面筋 或者鸡扒 汁酱很深得我心 中式和东南亚式的风味结合 甜甜的 很轻辣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好吃 这个口味我只可以说是我比较喜欢 好了,我们试试这个 有点蒜香的东西 这种感觉很轻较 很轻较 其实它的味道 反而是没有以前的辣汁鸡 那样的味道 相对来说 如果是甜的,就会更清甜 它腌了的原因 所以外边的滑 是真的又甜又滑的那种感觉 轻轻就是叫做甜味和蒜香味的一种混搭 那些辣汁鸡翼的香料 会更多的 这个其实是会保留 它的处理不会太多太复杂 你说鸡会不会有鸡味呢? 这种鸡翼我觉得是一种好吃的鸡翼 如果鸡翼的时间够的话 它真的很入味 我想问以前是否开在学校附近? 最早是在三中睡五月 现在没有办法了 现在开不了那些地方 你开在这里的话就很少学生来的 以前有多些 现在疫情之后 疫情不是还恢复了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东西的 没有去山水过来的 公园过来的? 是啊 很厉害啊 其实,它的厚力和以前的相比 有没有保留? 我觉得一直都很好吃 我觉得 不会吃那么多年 哪怕搬了都不怕 搬了几次了 你够不够? 这是我的 真的吃得完吗? 才十五次 你不是说吃五十次吗? 对啊,我一人可以吃五十次 对啊 总是五十次算了 你看,我都很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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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的清香是绝对会有的 真的真材料 都挺浓的 你这个东西 到现在的颜色都知道了 OK的 所以就不是很厉害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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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后我们的粉丝有超过我的数字 你再送一只给他 哈哈哈哈哈哈 送一杯菊花茶给他 好吗? 没有问题 超过二十只的话 送一杯菊花茶给你 哈哈哈哈 埋单五十四只鸡翅 还有什么鸡扒 两份 还有什么面筋 还有什么面筋 菊花茶 做老板娘送给我们的 埋单二百四十六元 其实他们的口味 相对来说会单一少少 没有那么非常丰富 但是他们全城下来了 例如说十几年前 又是这样的口味 全城下来了 以前的熟客是学生 现在出来做事 那份全城 那份记忆 在这里是会有的 如果你是一个鸡翅爱好者 经过这附近的 可以过来试一试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 虽然口味不算太多 但是他们的性价比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 这里是粉诚记 最后请你记住 李嘉昕是要带你 吃光全世界最贵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什么? 哈哈哈哈